第2号 那么这是14种无为功德的第11种 这个痴难 十一者 消沉学名 法界身心 犹如流利 郎彻无碍 能令一切昏沉 心脏住 我点去 永利持难 这个奥典家 奥典家 那么这一段 是叫利于痴 那么我们晓得 这个愚痴是根本烦恼 可以说呢 是根本中的根本 那么也是最难断 那么修行人呢 对确呢 也是以这个为修学的最重要的重点 那么首先呢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晓得 我们为什么会愚痴 这个愚痴就是大经里面常讲的根本无名 也就是七星论里面 我们所说的不觉 那么这个在大乘法门里面呢 是中心的问题 不觉就是谜 就是吃 就是爱 那么这一段事情 这个愚痴经里面说的很多 我们这个大经呢 在前面是讲到第三句 那么以后我们就选讲这个 最重要的这一部分 叫第六句 那么那年在以前呢 我们讲过三四遍 过去讲的很多 那么这次我们学院最重要的头来讲呢 对于我们这个老同修来说 是格外的有利益 对于新学的同修来说呢 也比较会轻松一点 因为这个经论分量太多了 对于初学的人是增加压力 无名啊 你看经里面常讲 无时无名 无时没有开始 这是谜啊 在第四卷里面 世尊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言若大多 谜头热眼 指出这么一个公安 给我们说出这个谜的状况 佛在华言 在原觉里面跟我们说 一切动神本来看佛 佛眼睛看我们都是佛 佛看我们都不明 而是什么呢 你自己迷了 这个东西麻烦了 是你自己迷了 别人看你不明 你要不信呢 我再举个例子 上个星期 我看到 有一个同修 我们一起出门去的时候 他非常紧张 到处找东西 找了很久啊 他找不到的时候 他问大家 你有没有看到 我这个皮包散去 皮包当然很重要啊 里面装的钱 装的钥匙 都是很重要的 记得就满头大汗 他那个皮包散去 就挂在他的手 我们看到 皮包不就是挂在什么 他一下就着 他说 你想他迷了什么地方 我们看他 他没丢啊 东西明明就挂在这个身上啊 可是他自己 记得满头大汗 到处就找不到 到处就问人 你也没看到 你也没看到 那个淫若大多 弥陀任淫 也是如此 佛看我们呢 就像这样 就像这样 我们自己 记得满头大汗 到处乱找 男的小的 要找的东西啊 原来就在自己身上 那么这些道理啊 可以说 在经论里面 已经说的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 实在讲的时候 不明啊 就论言前面三句呢 也许就够用了 其出真心 虽没有明说 也等于啊 全部都脱出来了 不显示出来 十番显示呢 更说的明白了 我们的见信 文信 六根根信 你看 至尊说了之后 连波斯逆王啊 都大切大火了 都晓得了 这六根根信呢 几十迷过呢 没迷过 现在有没有明呢 现在还没有 将来会不会明呢 永远不会明 那就是根本知啊 那就是福性 它取作用的时候 近虚空变化界 过去未来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这些智能 都是你现在 本来具足的 本来具足的 你迷了 怎么个迷法呢 像七仙论灵 就跟我们讲 这个论言 就是说 至尽立之 是无明本 这是说出来 你为什么会 七仙论灵 你讲 一念不久 一念不久 就把你的 清净心 就是清净原觉性 就是你的真如本性 这个一念不久 这就迷了 迷了以后呢 我们就不叫它做 清净心了 不叫它做本性了 把它换个名字 实际上还是它 实际上还是它 换个名字 叫做阿赖耶 但是麻烦在哪里呢 就是这印尼之后 它越迷越深 它不会回头 就麻烦在这个地方 这个才由阿赖耶 变为三系六处 才变现出这个世界的 一正状态 这说明了 是怎么个迷法的 怎么迷的 但是诸位也想到 迷雾是一 不是二 这就是我们 不容易回过头来 不容易破迷开物 为什么呢 我们总是把迷雾 看作两桩事情 不知道迷雾是一桩事情 是一桩事情 好比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这个同修的时候 钱包在他身上 他自己忘掉了 他到处就乱找 并没有离开他 所以越觉悟了 觉悟了现成的 不必找了 老早在在身上了 最适宜 不适宜 我们对这个真如本心 这迷失 也是如此 讲真如本心 讲阿赖耶 是适宜 不适宜 可是这个事情 的确不容易打破 不容易打破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有执着 即使你不执着了 你就醒过来 如果还用执着 即使十方如来 给你讲经说法 讲无量皆 你的程度跟今天还是一样 没有进步 为什么没有进步呢 因为你的执着 没法下 执着里面最大的 最根本的一个执着 我执 本经里面讲的 原学经里面讲的 妄刃 四大为自身相 望任六成云影为自身相 你得有两个望任 这两个望任就是耻岸 就是耻岸的根本 不知道这个是假的 不是真的 所以我们要是不认真的话 不认真在这个里面 去探讨 去研究 去修行 那就要晓得 无量皆以来 一直到今天 你看看 我们还是个什么样子 无量皆到今天 诸位生生世世 都在修行 修了这么多时间了 你今天还是这个老样子 生生世世 永远是这个样子 好像那个念书 我不用过 年年留级 念了一辈子 还是一年级 那有什么办法 总没有办法向上 再提升一级 这个就是你 不能破执着 虽然经文很熟 不能其观照作用 念的这个经论 死在经论之下 死在经论之下 这是我们的过错 般若经理常常教给我们 一文字般若 其观照般若 正是相般若 我们文字般若有了 天天在读经 天天在听经 这都是文字般若 可是底下一步功夫呢 就是掉了 没有啊 起观照的作用 所以你没有办法 真的是相 那么我们今天是 缺乏的 就是缺了个观照 我们今天呢 来跟诸位细细的 说说这段经文 消沉 学明 全是回头 那么这个就是说明了 刚才跟大家讲 我们五十节以来 忘为明觉 就是本经里面讲的 至今立志 怎么样就起了无明 把本明 失掉 你 你以己为无 这句话不好走 自己是什么 自己是法身的 把法身迷了 以为是外面的物 不晓得是自己的 亲近法身 不知道 任务为己 这个颠倒啊 这个意思 我这样说啊 诸位 恐怕一下 还不能够体会 我们在比喻 举一个比喻来说 那么我相信 你们都做过梦 天天都做梦 我们就以梦 来做个比喻 当你在做梦的时候 那个梦中呢 一定有你自己 没有你自己了 梦是谁做的呢 所以梦里面呢 不管你做什么千奇宝怪的梦 梦里面一定少不了你自己 那么还有一些人 还有一些屋 也有天地 也有山河 当你先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一想 这梦从哪来的 这个梦见是从什么地方显现出来的 有没有去想象过 梦里面的自己 梦及别人 山河大地 一季虚空 都是你自己心里头变现之物啊 能变的是你的心啊 所变的是梦中尽业 整个的梦境 不是你自己是谁 你们想想看这是谁 那么我也给主说 什么叫发身 整个梦境就是发身 都是你自己的身 真是佛家所谓是 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你想想梦境里头 哪一法不是你的真心 法法解释 所以在这个境界 真正入这个境界 叫一真法一 这个境界是一 不是二啊 不单在理上说是一 像也是一 你将来修行到高级的修行呢 跟你讲要修行 一向三昧 一行三昧 一向三昧 一行三昧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主要是真正明白之后 恍然大悟 静虚恐 变 八戒 是我们自己 真如本性 所现的现象 就是个梦境一样 我们这个不觉 不觉就是你 你就出这个 现这个境界 就好像做梦一样 现这个境界 可是你现在 把你自己所变现的 这个十八戒 一阵光严 迷失掉了 认为 哦 那是万物 身外之物 心外之物 这就是你的灵 这就是你不觉 就好像在梦中一样 自己做梦 还梦里 那是外面的人 那是外面的境界 与自己都不相干 就跟这个情形完全一样 那 一些万物里面 抓那么一点点的时候 认为是自己 以这个六成元银的心 这四大 四大 假和的这个身呢 认为这个是自己 这个是自己 没错 的确是自己 但是只是自己的一小部分 不是自己的全体 拿这个一小部分 当作全体 把这个全体迷失了 认为不是自己 这就叫做吃 这个就叫做无名 就叫做颠倒 一切准备一切 不晓得万发 为心 不晓得本性空极 心体是空极的 心变现出了这个像 给各位说 还是空极的 这个空极的呢 就叫做 诸法实相 祝佛 有大菩萨 我们讲 正德 他正在什么 就是正德的空极 体是清净极灭 向海是清净极灭 连作用也是清净极灭 真正叫不可思议 那么讲到正 一定是要你自己正 别人帮不上方 祝佛菩萨 也没有办法 也帮不上我们的忙 他只能给我们 指一条路 我们寻找他这个路 自己要去求证 那么二成圣哲 他不晓得万发 为心 华阴心灵所说 硬观发界心 一切为心灶 这个心 不是说的 六成圆银的心 六成圆银的心 没有这么大的能力 虽然能力很大 但是比起真心 那是小无间大 他的力量太有限 所以小城人 不晓得这个道理 也没有见到这个真相 佳明无量 菩萨 没有见信的菩萨 我们通常 我们通常讲的叫 全教菩萨 他也不能够完全通达 这个路发为心的 这个事实 所以菩萨叫做中道 其实 这个凡复的 愚痴 这个这个这个 小城 这个偏真烈盘 偏真 大城的菩萨的中道 都不是究竟法 我们看今天 观世音菩萨在给我们讲 云人顿大法 看老人家这么说 我们要把这个经文记住 他教给我们 小城全民 法界身心 犹如流利 郎彻如来 这个菩萨教给我们 这个境界就高了 像金刚经里面所讲的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淫 如路亦如电 十法界 一阵装严 都是有违法 那么这个叫诚信 用诚信就代表了 菩萨明白这个事情 就好像什么呢 我们做梦 梦的时候 梦境一样 梦中境界 是幻化 不是世人 几个人能够觉察到 我们现前这个境界 是个梦境 跟梦境 完全一样 那是你真正觉悟 你一旦觉悟到这个境界的时候 完全是这个梦中所现 是真如本性的时候 不觉所现 所现的一切现象就 没有一项 不是你自己 都是你的 这个清净发生 苏东坡 由庐山 做的诗里头 有两句说 他在佛法上 稍微透了一点消息 那其实 不止这个境界 但是这一点 已经就不是普通人 能够见得到的 所以菩萨了达 六根的根性 六臣的陈性 六世的世心 碰到明了 这样才能够 消落婚衣 这个消就是消落 就消除这样 消除什么呢 消除你呀 你也就好像 我们眼睛有一层婚衣 有一层这个 现在所谓的本类障 有个本类障 看不见了 这个东西去了之后 你的眼睛又恢复正常 那么这个样子 才能够 玄归本游的知性 这个知性呢 是广明的 所以叫 消除学明 除就是障碍 这个障碍呢 就是迷 就是吃 不吃不迷 迷了 臣就消了 本明 本明就是 起经论里面讲的 本就 本就 就恢复 起源就是懸浮 恢复 恢复了光明的决心 到这个时候 是什么境界的 到这个时候 你晓得 发发微信 发发远照 所以才讲是 发戒身心 幽如流利 这个时候 狼车 无碍 这个境界 观世音菩萨 振得 他怎么振得的 他用梵文文自信的功夫 我昨天在南部讲经 还有一个人就提了这个问题 问这个 我们怎么样去修 梵文文自信 大概问我这个问题的人 总有几十个人知道 可见到大家很关心 这些四十的真理 你没有搞清楚 你怎么反文 你从哪个地方反 你无从下手啊 可是佛发了 将方便法 所以说方便 有多门啊 这几天呢 你们在看这个六祖 谈经的露营带 传乡忏悔 不知道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还没有看到 不过 我们以前呢 六祖谈经详细的讲过啊 大成法里面 这个一开头修行呢 就叫你反文文自信 从什么地方修行呢 从三规修行 你们想想 规 就是反吗 就是回来吗 就是回来吗 自信是什么呢 你看谈经里面 给我们讲的三规 佛 是自信者 自信者 是佛啊 我们六根在六成境界里面 不迷 就是救 归一佛是什么呢 从前是迷在六成境界里 现在我在六成境界里 回头了 不迷了 这就叫归一佛啊 归一佛就是归一自信者 法是自信真 真是自信近 你一天到晚 六根接触外面六成境界 你能够归一自信 归一自信真 真是不写 没有写这个写界呢 聚而不迷 正而不写 你这个不叫做三文 叫什么呢 天天找完口子那里捏 不晓得意思 不知道怎么会修法 还要去问别人 那么这是值得我们去 三行去见点 那么刚才说了 说过了 你的根本 的确是摩执 望任四大六成 原引为自己的身心 这个是根本 这一关要不能突破 纵然是无量界的修行 都不能成就 这个话不是我说的 佛在研究经里面讲过的 我们下个月 大概这次有通知 下个月我们开始讲研究经 定的是每一个星期三 星期四 每一个星期四 就是这个星期四开始 这个月开始 下礼拜 下礼拜开始 我都不晓得 我们原则经那个注节的本子 还有没有 够不够用 够用好 准备好了 我们讲这个注节 我们的讲堂是长期到长 不受限制 我们可以细讲 细讲 诸位有受用 这个原则经呢 分量比这个楞严呢 少很多 大概只有楞严经的五分之一 所以我们准备 用一年 或者到两年的时间 我们细细的来研究这部经 希望大家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 因为这个经呢 是从头 从头开始讲 那么原则里面的道理 跟楞严里面的道理 是完全相通的 所以可以互相 来转注的 就是彼此互相解释 拿论言来解释原则 拿原则来解释论言 你就看这个 大成金的这个教义 它是关通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要真正是要细心去体会 要想着 要想着这个绝与不绝 是一回什么事 那么诸位还要想着一个一段事情 大成经论呢 不容易听得到的 不容易做到的 现在 因为这个经是大经的 不是小木头经的 如果我们是一个月到那里去讲五天 这个楞严经 要把它讲圆满 最低限度 要五年的时间 要五六年的时间 时间太长 所以我也不敢答应 那就是 讲经的这个机缘呢 实实在在是 不容易遇得到 希望大家要珍惜 同时呢 我们现在这个道场啊 有一个很大点 遗憾 就是你们听了啊 我看好像 都好像开悟的 都没有问题了嘛 也许这是 孔老夫子所谓 大智若愈啊 这没有问题 应当要有问题 要有问题 特别是我们这个 录音带给录音带啊 录一听了之后啊 希望多多的提出 问题来 这个问题 我们随时的解答 那么这个帮助远方 没有机会到现场来听听的人 这是帮助他们 或者你发现有问题 别人 别人有问题 你自己没有问题 你也可以啊 带别人呢 来发问 那么这个是大慈悲心啊 应当啊 去帮助别人 这个精益不能透彻的了解 对于修行就造成章来 所以说是盲修下令 这个欧天加了是凡语 中国的意思呢 这个意思是讲没有善心 没有善心的人 那么这个一堂体验是没有善根的人 欧天加是没有善心 那么这个名词用的很广泛 用的很广泛 在这个大乘经里 凡是不晓得幸福众生三无差别 这个事实的真相 都叫做无善心 可见的这个名词用的非常的广泛 不但我们包括了我们 连二层全教菩萨都包括在其中 这两个字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讲的 欲得 我们中国人讲欲得 有这个印度啊 欧天加的意思 欧天加的意思 那么能够叫欧天加 永利持安 可见的这个功德是非常非常的舒适 那么我们也在问呢 观世音菩萨有这么殊胜的这个功德 那我们现在确实很愚痴 智慧不开 无明媚婆 观世音菩萨应当大慈大悲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破无明开机会 所以我们今天的时候 还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呢 那么这里我们也想着 不是观世音菩萨没有能力 而是我们自己不能够接受观世音的这个神力的价值 欢迎一句话说 我们本身有障碍啊 不是菩萨有分别性啊 不是菩萨拒绝我们 是我们本身有障碍 我们本身排斥菩萨的这个神力的功德 不能够接受啊 如果我们自己真正修了 修菩萨这个法门 与菩萨感应 你修观世音菩萨 这是本尊啊 那当然感应 修其他的菩萨 再给诸位说 与观世音菩萨也感应 为什么呢 佛佛道统啊 哪有不感应道教的道理 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在如法不如法 问题在这个地方 如法才有感应 不如法才没有感应 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这个这个三规一 这是我们的修行的 根本法 在佛法里面 过人的功课 都不相同 都不一样 但是 这个三规一啊 是共同的功课 十教啊 是弦教还是密教 八万四千法门 没有不修三规秘 所以这个是共同 所以这个是共同 枯目 这是最根本 这个枯目 我们都没有做到 还谈什么感应呢 念佛 是密心念佛 是邪心念佛 是忍心念佛 那么我说这个 你们听起来不高兴 你想念看是不是 我讲正话 我们一天到晚 六根结束六成经界者 问问自己 迷不迷 迷啊 你在境界里面 起先动念吗 你怎么不迷啊 你在境界里 分个人或是非 你怎么不迷啊 你们听啊 这心里面 决心是亲近的 六足大福所 本来无一无 何处也尘埃 那是亲近的 亲近心里头 本来无一无啊